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尽管警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但熊熊大火仍酿成了五死八伤 来不及逃出的民众 全都挤在了后方的窗户边 经过火场见识人员查看之后 却发现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就是唯一的出入口 还有逃生的防火象 以及铁窗竟然通通都被反锁了 而究竟在这起可怕的火警背后 还藏了哪些谜团 而刚开始传出的爆炸声 难不成就是整起火灾的重要关键吗 华灯初上的基隆市 随着闪烁的霓虹灯点亮月生活 晚上七点过后 KTV酒吧开始陆续一夜 正式的聚餐 从六点开始一直到八点半 那八点半之后 大概有一些都会有所谓的 电力团的这种饭局 通常都会去所谓的KTV 去唱个歌啊 小酌一下 当年刚开幕的女人心KTV 成了续摊的热门地点 灯红酒绿的包厢内 男男女女摇晃着酒杯 酒汗耳热的气氛 释放一天的疲劳 但就在这轻松欢愉的气氛中 突然传来巨大声响 小心 撑一下 先撑 先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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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一下 不要拒大位置 撑一下 我可以装一下 他要捡一下 不要 我可以装一下 快撑一下 快撑一下 他很明映 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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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搶救出火場的民眾 人都躺在單架上了 還哀求著快快救屋子裡的人 撕心裂肺的哭喊聲 籠罩了整個火災現場 當時候其實在救治的過程中 其實就可以引以約約地 踢得到有人在呼救 呼叫 就是救命啊 就是可以聽得到這個聲音 可是你就會慢慢地聽到 那聲音是慢慢地微弱 慢慢地微弱 消防隊員跟時間賽跑 要把受困在火場的民眾 一個個救出來 去打架嗎 沒有 我的家不想怎樣 不會 我們從後面救出來四個 已經全部都出來了 起火地點是位在基隆市區 一一路 一棟鑄商混合的建築物 所以它旁邊有飯店 然後有市政府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段 就是說它其實是在一個 所謂行政中心 在市政府的很重要的一個地段 距離不到市政府不到500公尺處 發生這麼嚴重的火災意外 警消和救護人員都出動最多人力 希望能迅速救援救災 避免死傷數字 繼續攀升 當時候是現場就是 一直被徵召回去 因為本來只有一個分隊 後來變成兩個分隊 然後三個分隊 人越來越多 我們心裡的想法是玩樂 因為當時候9點多 一定有很多人在裡面 我們當時候是感覺到是不妙 真的 因為想像那個空間 是一間一間一間的包廂 一定有多少人 但火災來得實在太快了 唯一的出入口 早就被火蛇給吞噬 除了警消人員 當年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媒體 東森新聞的基隆駐地記者呂國寶 他說當時一聽到女人心KTV起火 心就先涼了一半 當時我聽到心裡人心 我們心裡面就認了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危險區域 它是一個長型的建築物 所以它整棟大樓 從一樓到五樓 其實只有一個出口 所以在你唯一的出口被封死 你可以很想像的就是 它完全等於無處可逃 我們區域都不敢坐太久 因為畢竟就是它是一個封閉的一個場所 我們通常去那邊 自己心裡面都會毛毛 心中不祥的預感 居然真的發生了 火災當下有不少民眾 冒險從二樓窗戶往下跳受傷 而沒逃出來的民眾 則大多是被濃煙搶暈搶昏 雖然消防隊員只用了短短的八分鐘 就控制住現場火事 但依然擋不住悲劇的發生 可是當時我在想想 你看這麼多人在擠整個走道 所以如果當時候發現 縱使聽到聲音 大家在竄逃的過程中 就很容易所謂的践踏 雖然有一個小小的安全梯 但是通道堆滿雜物 加上封死的鐵窗 成為了致命的危機 五名死者當時就是沉濕在三樓的鐵窗旁邊 消防人員的口中口述是堆疊在一起的 是一個一個把它拖出來的 無處可逃的建築物 彷彿成了一個大火爐 關注了所有人的逃生希望 我想讓我不要再找我 我看不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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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太漂亮 這不... 這不應該四眼就來走這條路 常常就是這樣 只是開玩笑什麼都會 就是說昨天晚上發生事情 昨天早上還跟我打電話 在跟我開玩笑 當然廁所不及啊 我當我知道的時候 來到這裡就這個情形了 他都沒有安全設施嘛 對不對 那個安全設施是怎樣來的 那安全怎樣過的 你們就是很懷疑了 這場火一共釀成五死八傷 而家屬認為 這樣的悲劇跟安檢有沒有落實 絕對有著密切關係 但對此相關單位表示 因為樓層總面積不到三百平方公尺 不受嚴格管制 這算是基隆市歷年來 算是很大的一個 而且公共安全的事件算是很大 那總共死傷這麼的嚴重 但眼下更重要的 是要先查出來 6月16號晚上9點多 KTV怎麼會突然起火呢 看到一樓到二樓中間 有一個丟 很明顯丟那個氣油彈的痕跡 把那個整塊地板撬起來嘛 中間定啊 中間定之後確定是氣油彈沒有錯 這個碎玻璃啊 然後有這個氣油的這些部分來看 那當然氣油染散過程中 也是會有味道 所以他們從現場的這些跡象來看 他們當時候的認定就是 是一件重火案件 聽到嗎 對 他超過 大壁公分 他就說 看到一個180公分的 戴著安全帽 然後衝 進去之後 然後衝衝滿滿的跑出來 裡面就有火光出現了 募集民眾口中 那個身高超過180公分的人 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警方先從這條線索 獲打清查 周邊店家 還有路口的監視器 那其實警方也有在監視器裡面 在基隆的這個便利商店監視器 也有看到 有一個人 他在那邊買了一些寶特品 我調到一個 邀行大漢 也是體型跟嫌亂描述得差不多 附近的監視器拍到了一個人 他的身形和特徵 都跟募集民眾口中描述的縱火飯 非常相似 警方現在得先從這茫茫人海中 找出這個身高超過180公分 頭戴安全帽的男子 而另一頭的警方 則是把兩個店家老闆 列為重要關係人 而就在清查病患名單之後 發現 二樓女人新KTV的老闆娘 因為吸入性嗆傷 狀況危急 正在家務病房搶救 專員小組該如何 在有限的時間內 追出關鍵線索呢 起火的女人新KTV 是一棟五層樓高的建築物 唯一的出入口 就是旁邊這個樓梯 這次遭縱火的地點 就在一樓到二樓的樓梯口處 警方懷疑這是針對店家的犯案行為 我的主解就是要找 這店的店主是誰 情殺 或是財殺 都是要有問題啊 那為什麼會中火 中火輸出有因嘛 火吊人員重返現場發現 二樓和三樓被燒得最嚴重 現場還留有大量的玻璃碎片 會不會有人針對KTV和POP 狹怨報復 還是您平常就是有 跟人家有不合啊 不可能 我那麼濕 還是因為開這種 因為開這種KTV難免嘛 黑白的 貢宰的地方 我覺得我形勢很低調 我會去跟妳掃教 三樓酒吧的老闆 否認這場火是針對自己來的 而二樓女人新KTV的老闆娘 則被警方列為重要的關係人 因為二樓的老闆娘 是有講到她有一些債務問題 所以當時候也有可能就是 是不是那個債主到她 對 那個債主可能就 早上門來了 何況當時老闆娘 她是跟她的前夫在打官司 現場所募集看到的是一個 180公分的雕形大漢 穿衣衣戴漢錢帽 這個位女士的前夫跟她打官司 體格有點相似 直接這樣 拋手就趕回去找她 線索指向女人新KTV的老闆娘 她應該會知道 這場火是針對誰 又會是誰犯案的 我在現場的那個老闆娘 在加護病房 然後在加護病房我們也進不去啊 護宿就說不行不行 賴主長 你趕快出去... 這裡面的病人很危險 就怕再等下去 縱火的嫌犯很有可能潛逃出境 或者湮滅重要證據 這個五死八傷的案件 五條人命 那你如果不讓我們進去問清楚的話 那如果他真的是重要證人 他死掉了怎麼辦 整個線索斷了怎麼辦 我認為這案件相當相當的重要 我再訪問五分鐘好不好 我五分鐘就好 絕對就出來 畢竟是如此重大的死傷案件 主治醫師也開出特例 答應讓警方 踏進加護病房 說跟你先生 他離婚的先生 打官司的先生 有沒有關係 撫養權的問題 在打離婚官司 但是他是認為說 他先生比較... 嫌疑比較低 因為他們算和平分手 所以還不到說 有這個仇恨在 如果不是老闆娘的前夫 那還會有誰 想對店家不利呢 後來他又想一想說 在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 有一個宜蘭人 宜蘭人他主族叫翁 他的太太叫夏天 外號叫夏天 曾經在他那邊上班 老闆娘口中的女員工夏天 他的先生曾經來過店裡 態度很不友善 他有來恐怖他 不准讓他先... 他太太在這邊上班 當時也向他惡言相向 如果妳再讓我的太太 在這邊上班 我要把妳的卡拉OK店 弄到英國 這句話 就讓我感到興趣了 我說 那我要怎麼找到... 找到夏天 案情好不容易 終於問出一點眉目了 但問題又來了 這名叫夏天的女員工 在先生來恐嚇過後就離職了 現在要去哪裡找人呢 我就問老闆娘怎麼找 他說他有一個乾女兒叫布丁的 一定會知道他在哪裡 他們兩個好姐妹 然後就叫我們去找這個布丁 然後布丁... 問題布丁在哪裡 只知道一個外號布丁在哪裡 他說這個布丁對他很孝順 他現在一定在急診室 在等他的狀況 趕快跑到急診室門口 但警方一張照片也沒有 要怎麼從人海當中 找出老闆娘說的乾女兒布丁呢 那個急診室人多到 你看那麼多人的家屬 傷者死者家屬 那麼多人哪裡找 找不到啊 我就大聲喊 誰是布丁 結果我隔壁一個女孩子 臉臉臉的白白的 我就是布丁了 彷彿像是安排好了一般 老闆娘的乾女兒布丁 就剛好站在賴慶宗 和梁國公的旁邊 這下總算能找到女員工夏天了 然後問他說 這個案子 你老闆娘說 可能是林王仁做的 可不可能 他說很有可能 當時都是假設而已 但很有可能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跟他老婆那麼好啊 他老婆一直在講說 他對他不利啊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說 那他老婆呢 夏天呢 他去哪裡找 他說我聯絡得上 透過老闆娘的乾女兒布丁 警方順利找到了 離職的女員工夏天 他一看到監視器影像 就說了這句話 在那個2K店的影像 是 他講 這句話好像是我先生啊 你看那個體型 體態 他講 因為戴安全帽 他說這個體格 體相 有點像我先生 我先生叫林王仁 他們住在 住在那個東三鄉 當時我問這個林王仁多高的時候 他老婆說172公分 所以我向上級報告的時候 上級是把他排在最後 排查對象排在最後 身高不符嘛 夏天的老公林王仁 身高172公分 跟目擊者口中 180公分以上的男子 有些落差 正當警方還在討論 要不要派人跑一趟宜蘭石 站在一旁的女員工夏天 他開口了 他說 應該是他先生做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看到新聞 在播報的時候 現場 現場播進播報的時候 那個時候即時新聞就出來了 他就打電話去找他先生 結果沒有人接電話 他說他先生在家裡 不可能接電話 一定不在 KTV女員工夏天 他說看到火災即時新聞的當下 他第一時間就是先聯想到 自己的丈夫林王仁 所以他撥了通電話回宜蘭 但是丈夫卻沒有接 讓他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他直覺想 這跟丈夫平常的作息 完全不一樣 夏天甚至還直接懷疑 KTV的火災跟自己的丈夫 林王仁脫不了關係 但是這個林王仁他身高矮小 跟目擊者口中180公分 落差太大 也一度讓專案小組 將這個林王仁排除在外 但就在聽到夏天的供詞之後 專案小組決定直接驅車前往宜蘭 問一問這個林王仁當天的行蹤 而跑這一趟會讓整起案件 出現什麼重大的轉折呢 天才剛蒙蒙亮 專案小組就驅車南下宜蘭 畢竟眼前的線索現在通通指向 夏天的前夫林王仁 全台矚目的案件 警方要跟時間賽跑 盡快揪出兇手 畢竟破案壓力多大 何想而知 24小時眉和眼的梁國公 循著地址找到了林王仁的家 他的車子剛好滴在門口 那我們就把他車門開看看 能不能開啊 大概看一下 奇怪 他那個腳踏板上面有四肢的 一打開馬上聞到汽油味 忽鼻而來的汽油味 讓梁國公的心裡有底了 他的那個副駕 副駕上面整個是汽油 他整個都是淹滿的 淹到腳踏板上面來 你不尋常啊 這麼快啊 怎麼可能 而且你如果是你的車子 有這個汽油你要不要處理 他那個應該是在裝汽油蛋的時候 露出來的 這個車子怎麼有這個汽油味 好像就冰狗了嘛 跟火災現場一樣 濃濃的汽油味 讓警方像是聞到破案的曙光 可是呢還是要有證據啊 對 他可能這台車子 他可能他工作的關係 或怎麼樣留下的這個油漬 像是天注定好的一樣 林望仁家的大門 竟然沒有上鎖 讓警方能直接踏進家門 但就怕有什麼萬一 警方還是得提高警覺 一步步往裡面推進 最後上了二樓 推開最後一扇 也是最關鍵的 林望仁的房間門 他就躺在那個床上啊 大巴形這樣子 躺在床上 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到已經圍住他了喔 他也都不知道 起來 不過他啊 然後醒過來之後很驚慌 林想 你要幹什麼 其實我們那時候 刑警牌都掛在身上了嘛 我們就表明身分 你要幹什麼 你剛才是不是太嫉妒人 沒有 我沒有 就開始在那邊反駁了 沒有 嚇到醒來的林望仁 頻頻否認自己去過基隆 但床頭上的發票 戳破了他的謊言 我們就看到床頭櫃上面 奇怪怎麼有發票 你看 現場的剛剛的 那剛好那一格的發票 就剛好跟這一家的 這個便利商店是吻合的 就現場的那個 社會的那個發票 那確定就是你之前有去的啊 發票上的購買明信 寫著四罐汽水 這根監視器裡面拍到 戴安全帽的男子 手持寶特瓶 特徵吻合 我說你發表你剛才說沒有 我不知道 你說你沒有來 你也買了三瓶的四瓶的 黑松沙石啊 對 發票都有啦 監視器畫面都有啦 他還是給你辯解說 沒有啊 我就是在這種 懸逛啊 我就是走一走啊 我只是口渴買個飲料啊怎麼樣 因為用裝傻 否認就能謀恨過關 但在這關鍵時刻 警方又找到了更重要的證據 在他的家裡搜索到 去東三鄉的加油站 用寶特瓶買了兩罐的汽油 兩罐的汽油也有發票 然後我們就去加油站那邊 調他的影像嘛 他是拿那個寶特瓶去那邊加油的 這個白色的白色的 這麼大的然後他就先放在地上 就先加機車 加油站的揭示器 確實拍到了林望仁 他買汽油的畫面 後來他的解釋啊 他說他要炸魚用的 他做汽油帶去炸魚 炸魚就是用爆炸物丟進水中之後 再利用爆破的方式 鎮傷魚類之後違法捕魚 但警方心裡知道 這很有可能是他的脫罪之詞 他有說啊他跟他的 朋友還是表哥吧 後來把他們都找來啊 都說沒有啊 沒這回事啊 林望仁的說法一一被打臉 現有的證據都指向 他跟這起火災有著絕對的關聯 現場就找到他一個 被火有一個毛衣喔 跟現場監視器很像的 所以他一定是 丟汽油帶的時候被燒到的吧 那我們不會能夠去 達到這個關聯性 連結性就是說 現場的監視器 7-11的監視器 照到他當時是穿這件衣服 警方最後把查到的相關證據 以殺人罪 將林望仁移送地檢署 警方也認為他涉案重大 收押警戒 大概等於 只能算百分之五十個證據 對 至少有一半 對 至少有一半以上 但目前的證據 都只能稱為間接證據 要如何讓林望仁開口 說出真正的實情呢 儘管證據都一一攤在這個 林望仁的眼前 但他還是不肯配合 矢口否認 而面對關鍵問題 他都推說忘記了 要不然就說不知道 但根據線索 警方認定他設有重嫌 也將這個林望仁收押警戒 接下來到了法庭上 這些間接證據 夠不夠定這個林望仁的罪呢 還是未知數 專案小組抓緊時間 再度借提了他出來 這一次警方找到了突破點 要一舉攻破林望仁的心防 他們究竟找到了哪些關鍵 妳要握嗎 握不住而已 握不住 妳現在又是一樣 又是無心就對了 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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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口聲聲堅稱自己 沒有犯案也不會後悔 但他卻對於家裡 為什麼會有案發現場旁 超商的發票 以及買汽油做什麼用 說辭反反覆覆 他怎麼做汽油蛋 怎麼去那邊試丟 我們就去現場看你怎麼丟的 他說要炸魚 但是他在要來去炸魚之前 他自己有先做來試丟一下 看能不能爆炸 專案小組從他有承認的汽油蛋 先當成切入點 確認他有製作汽油蛋的事實之後 接著把借題出來的林望仁 排車帶回他最熟悉的宜蘭 希望在這趟路上混出更多訊息 那其實他從小就做的工作 都蠻灰色的 對 灰色的地方 都蠻灰色的 對 那只要一動一動就是犯罪 對 其實他有進出過監獄這樣 都屬於小事不斷 國中畢業的林望仁 從小就有過許多不良紀錄 直到二十歲去外島當兵 認識妻子夏天 兩人結婚生子之後 他才慢慢走回正途 但好景不長 一場意外 打亂了原本幸福的一家人 曾經好像車禍撞到頭 還是打架撞到頭吧 頭部受傷的林望仁 變得精神恍惚脾氣暴躁 根本無法外出賺錢 一切的不如意 開始一步步地蓄積 他心中的負能量 然後也不工作啊 就靠家裡養啊 就靠他老婆養啊 那他太太也是因為愛這個家 所以他才選擇這條路 他才出來做這樣的工作 然後你靠老婆養 你還不讓老婆去工作 那怎麼過日子啊 所以後來就打老婆啊 家暴啊 你這是故意的 還不成 林望仁的暴力舉動 搭碎了妻子的心 也把一家人的感情打散了 他老婆長期間在基隆啊 所以他會認為他老婆 基隆有男人啊 林望仁認為妻子 是因為有了新歡 才會離開家 甚至肅請離婚 他卻沒有想過 是自己的拳頭 讓妻子再也不想回家 真的很可憐啊 一個女孩子喔 自己嫁到不好的先生 然後到最後要養先生 要養家庭還要被誤會 你說他怎麼活下來的 從林望仁口中聽得出來 他對妻子離家的不滿 專小組知道 家人會是他的軟樂 把不認罪可能會面臨的刑責 還有相關利弊分析給他聽 第一個你回來 就是你判無期徒刑 回來見不到你媽媽了啦 你想看看回來你媽媽不在 對 那你太太現在跟你離婚啦 對啊 你可能你太太改嫁了 已經別人胸膛了 這最難聽的話 再來你的兒子 要叫別人老爸的 已經不是你的了 這一番話 讓林望仁的臉色沉了下來 就在這時剛好經過了海邊 他們帶他們走到濱海公路 剛好在共聊芙蓉的地方那邊 等一下帶你來吃芙蓉便當好不好 好啊... 然後邊聊天 然後當兄弟這樣聊... 結果快到芙蓉便當那邊 他就哭出來了 這個芙蓉便當 想到他曾經跟他太太 還有家人的一些美好回憶 居然他居然就說出了說 對 這個案子是他 林望仁他終於開口認了 火就是他放的 你今天要給我哈嚇而已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攝影機錄下了 林望仁認罪的這一刻 真房車馬上掉頭 開回分局 下跪 我從警察沒人這樣 絕對不會這樣 我絕對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想要警告奧樓的人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 我絕對不會 我絕對不是這樣 要是我想殺人 我直接放在奧樓就好 他下跪痛哭 口口聲聲說著對不起 但這一切太晚了 他不是因為愛老婆捨不得他離開耶 我當然對這個家庭 我覺得說真不厭 這個家庭是無故的 當然他做不到的 這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這是合理的 年邁的老母親還有哥哥 擦著眼淚 懊悔痛哭 甚至替他道歉 但這一切於事無不 他不是因為愛老婆捨不得他離開耶 那不然是我 我... 很難聽我不會送 你外國父親還要給我離婚 我要想他離開 我剛才也想他離開 你懷疑你懷了嗎 我懷疑你懷疑你懷疑 我懷疑你懷疑你懷疑 有十五人 有十五人對 他的動機是要恐嚇著老闆娘 不能讓他太太這邊上班 林望仁心中的怒火 釀成無死發傷的慘劇 動機竟然只是因為想讓妻子 回歸家庭 他說我就要害怕一人而已 我如果知道妻子這麼大條 但是細看每個環節 法官認定林望仁 他是蓄意且有計畫性的犯案 第一點他一定是故意的 這我們自己認為 因為你本身就有那個意圖了 後來有這個作為 這營業場所 霓虹燈閃爍 營業中 就算沒有客人也有服務人員吧 也有店家的人吧 怎麼樣都要使人 你說好 你只是針對二樓那邊 但是你連一樓那邊都丟了 那你就讓所有的人都走不了 等於是 從一省開始 林望仁陸續被判處了八個死刑 最高法院審理後認為 他只因為個人感情糾紛 就縱火殺人 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號 判處林望仁死刑定業 從幫派小混混 好不容易回歸家庭 卻又因為家庭暴力 導致妻離子散 他以為放一把火 可以挽回妻子 最後這把火 不只是毀了他自己的家 也燒容了五個家庭的天倫夢 林望仁他一個人的執念 讓曾經的幸福家庭 被自己親手毀掉了 連帶著其他人的家庭 也跟著他心中怒火 延伸出來的這一把火 從此破碎 而因為過不去情關釀成的悲劇 還有這一起 發生在2014年的9月22號 台北市松山區的西中國小後門 在凌晨六點多 突然間傳出了 淒慘的求救聲 而其實那一天 颱風才剛剛過境而已 混亂的一切好不容易恢復 但卻突然間 在台北市中心的精華地段 發生了命案 有業民眾慌慌張張的前往報警 嚇得連話都說不清楚 在這一條人來人往的大街上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接著先跟著我們的鏡頭 一塊回到2004年9月 這一個驚恐的清晨 台東 屏東以及高雄 台南已經有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它的颱風中心就有可能會 從南端陸地來登陸 2014年9月21號 鳳凰颱風登陸台灣 這一天是禮拜天 全台灣都籠罩在暴風圈內 從北到南都刮起狂風下著大雨 海風造成陸海空交通 暫時停擺 也帶來了災害 造成一死四傷的悲劇 下雨了 下雨了 但就在這天的凌晨六點多 台北市松山區的精華地段 民生社區裡 卻罕見地出現女子 尖叫的小酒聲 那個好像動物被捏捏 我沒有看到人 不只聽到聲音 因為我覺得好像 應該是有人受害 趕快請警察 去讓我們救回一些人物這樣子 趕快報警這樣子 對 救護車第一時間到達現場 後續他才抵達 救護車也停留在現場 都不敢下車 為什麼 就是兇險他手上還拿著刀 拿菜刀 拿菜刀耶 這很危險 你看… 你先離開… 你先離開… 你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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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女孩子 躺在那個路旁邊 有個男孩子吃刀 在那邊殺他 因為看到范姊姊手上還拿著刀 好像還有在自產還是怎樣的畫面 所以他們也不敢下車 令人難以想像 大白天的 怎麼會當街發生砍員事件 他們兩個就是 全身都是血這樣子 應該是男生發在引擎蓋上面 女生已經倒在地上了 對… 那時候警察都倒了嗎 不要人… 然後男方那個范姊 就坐在他旁邊 然後環抱他那個死者 然後一邊講… 對…環抱 然後一邊講… 講話然後一邊… 刀子又玩他自產 好像已經砍了很多刀 但已經砍到私信封 全身是血表情冷漠的男子 手持兇氣 任誰都不敢輕易靠近 這個藍井就賀刺他 把刀放下 趁他不注意的時候 他手上的刀 好像有點要放下 又不放下的人 那一瞬間 我們這個藍井就利用這個瞬間 把他手上的刀子把它剃走 剃走就瞬間把它要吃 壓倒范贤的這一瞬間 支援警力也陸續抵達了現場 我們當然是看到他 他臉上就是表情很呆滋 對 問他什麼話他也不講 現場的專案是 他的所有的那個 死者的那個一些物品 散落在一地 然後車上旁邊有個 自小客車上面有血跡 頭髮也都滿低的 被害女子頭髮被扯了下來 可見兩方發生過激烈拉扯衝突 丟在一旁的雨傘 脫鞋也看得出來 當下情況有多麼緊急 被害女子身上 一共有四十七處的刀傷 幾乎一半都集中在頭部頸部 包括左頸 左臉 都有一個室內傷很深 然後左頸地方 裡面的那個器官 都看得到很深 深可見故 對 他們用的刀的方式是 用像切豬肉一樣的方式 不是用砍的方式 那很殘暖 擔任二十幾年的見識人員 王俊傑說 這是他第一次 看到用像是凌遲的方式犯案 對這個女孩子 我覺得是感覺是 太心狠了啦 四十幾刀耶 一般你自己畫一刀 就覺得很痛了 四十幾刀 而且秘密都是要自殺於死 那種感覺 兩者間是什麼關係 究竟糾葛著什麼恩怨 初步調查 兩女之間 因為狀態 因為感情糾紛 後來 有清早到女生的一些 朋友等等之類的 去釐清 原來他們兩個是 就是男女朋友 警方查出了 兇嫌是二十九歲的 張燕文 過去沒有前科紀錄 甚至從小到大 都是學歷優等的高材生 就是一個建築工 畢業台大的高材生 包括文德芝 他從學校畢業以後 在台北市也是在 某一家事務所 蠻有名的事務所工作 等於就是前途都很看他 來自小康家庭的張燕文 他不只會讀書 還很會打電動 打出了名號 被封為台大宅王 從學生到出社會的經歷 他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 也被稱為是人生勝利組 但到底是碰上了什麼 讓張燕文這個高材生 變成冷血無情的殺人兇手 被稱為是人生勝利組的 台大高材生張燕文 成了雙手染血的殺人兇手 監視人員說 他下手的每一刀 都像是在臨時被害人 幾乎好幾處的傷痕 都深可見骨 他怎麼會如此殘忍 其實警方在一開始 抵達現場時就發現 被害女子的衣衫不整 疑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張燕文竟然在犯案之後 做出了侮辱遺體的動作 他聲稱是要透過這個方式 來和女友告別 雙手上靠的張燕文 面對媒體提問 他什麼都不說 為什麼當街殺害自己的女友小禎 他向警方共稱 是因為太愛了 他大概這樣往差不多半年 他就是這個女生是他的初戀 他以前從念書的時候 也都沒有談過電話 情竇初開的張燕文 從網路認識了 擔任幼稚園老師 年僅22歲的小禎 兩個人在熱戀期時 還曾經一起許下一輩子的諾言 放天燈啦 還有去什麼啦 甜蜜 相處的時候很甜蜜啦 加上他可能在網路上 好不容易交到一個女朋友 但認為是他未來的真命天女 張燕文認定小禎 就是他的真命天女 但隨著交往時間越久 兩個人之間的差異 就越來越明顯 因為這個男生 他無時無刻就是 這個女生也不能跟其他的朋友 去聚會還是什麼 他無時無刻想控制這個女生 整天就是一定要纏著這個女生 然後甚至 對 連著這個女生 然後甚至於可能比較不好 兩個人有時候會有一些小禎子 還是什麼的狀態 他會有一些使用肢體暴力的動作 張燕文的緊迫盯人 讓女友小禎受不了 開口提出了分手 分手之前這個男生 也有要求父兒說 我們去日本度個假 看他們就是這樣兩個可以和好 在日本的時候 發生性關係的時候 張燕啊 強制拍他的裸體啊 造成那個女女太舒服了 在日本就是也有發生不愉快 那回來以後這個女生 毅然決然就是 我一定要跟這個男生分手 暴力和恐嚇 已經讓小禎徹底反感 但張燕文卻還不罷手 這個男生有意識到女生 好像很堅決一定要跟他分手 所以他有幾次 也有去女生的住家地面 那女生當然會嚇到 對 雖然你幫我租的房子 可是你也不能這樣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就進來我的空間 截二連三的脫序行為 讓小禎決定 又讓張燕文再也不能騷擾她 但這卻也成了最可怕的引爆點 可能就是最近在談分手 就是分手的狀態 女生可能也過幾天 要搬離開這個地方了 所以其實她已經 找到住的地方了 她即將搬走 在她家附近的門口 那邊樓下 有發現女女啊 被男孩子騎機車 再出去又再回來 然後她可能 對 可能是心聲怨恨 意思是 可能是說 我跟你分手沒多久 你就 就令結心歡 渡火中超的張燕文 認定女友想分手 是因為結交心歡 讓她失去了理智 她回去的時候 好像心聲就有一個 預謀的那個心聲的犯罪模式 15號 15號去三明路那時候 是 超市啊 有買一間 買一個水果刀 買了刀子的張燕文 本來還在猶豫拉扯 就在22號這一天凌晨 她突然看到了 時鐘上顯示的時間 這幾個數字被張燕文 扭曲解讀成 這是心聲的旨意 也就是 0死死死 而這時候 張燕文就像一顆準備 引爆的炸彈 準備要犯案這個犯行 她可能就是 當天她一定會 在那邊睡不著 對 對 輾轉軟眠 所以可能 剛好這個時間她 她已經預估好 她大概幾點要出門 那這個時間又剛好出現 到這個女生她會 上班會經過的地方 在這邊等她 毫無防備的小禎 就在每天上班 會經過的路口 被張燕文擋了下來 停下來的腳步 也讓兩個人的美好未來 全送送在這個十字路口 一直對我女兒 她就狠得心悉 去把她抬下去這樣 現在帶來 當然她死了 她說她怎麼這樣 我是很不幸的 你別人的小孩抬下去 都心情苦 又一口大 你跟她抬下去 你解釋不下去 其實我女兒 她就是感覺她的個性 那樣不要 而且她就好像說 我女兒放掉她 她那個心不甘情不厭的 你大男人幹嘛 沒有女生交 失去女兒的痛 讓小禎媽媽心全都碎了 而另一頭張燕文的家 也因為她一個人的自私 再也無法團圓 我去睡醒給家的問題 怎麼可以 不要浪漫上根 她就錯了要挺承擔 倒起刀弱的憤怒 砍斷了兩個年輕人的未來 也切碎了兩個家庭 其實老公就在這裡上的家 現在媽媽不願意 那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來找好她的 我會做個跳 那個DG 上這邊 上那邊 我沒有接受 那我沒接一點力 一定會關掉他們的 我都不喜歡都不要 都不要接受他們的抱歉就對了 在我們所有的教育過程之中 沒有教你怎麼戀愛 也沒有教你怎麼分手 但是戀愛跟分手 這是一個沒有SOP的 怎麼樣戀愛 怎麼樣分手 就是一個感覺的問題 不過這個感覺的問題 有時候你處理不好 你那個情緒會走到高峰 高峰之後呢 整個人是發狂的 你幾乎整個人 不是你原來的你 年輕有為的張燕文 過去每個學科都不曾被當調過 但唯獨在愛情的這個學分上 他不但不及格 甚至死當 最終卻是讓無辜性命往送 也斷掉了他自己的大好前程 張燕文如此殘忍的手段 讓被害者家屬無法原諒 但最後司法判決 法官卻讓張燕文逃過死刑 只判處了無期徒刑定業 張燕文又是為什麼能夠逃過一死呢 而這樣的判決也引起了不少反彈聲浪 犯案當年才29歲的張燕文 當街砍殺女友致死 甚至在犯案後還做出 侮辱屍體的行為 但最終卻是讓他逃死 被判處無期徒刑 法官判處無期徒刑定業的理由 是因為張燕文他認罪了 再加上他過去沒有前科 而且又具有碩士學歷 以及精神鑑定 認定他還有教化可能 省捉他犯案後的態度 還有再犯率相對低 也和家屬達成和解 賠償超過千萬元 這些都成了張燕文的免死金牌 人的心裡面有光明一面 黑暗一面 這個我們叫做人生的分裂 對於這個男孩子來講 他人生的挫折 這個感情已經有如 他飛機失事一樣嚴重 這個嚴重的程度 會讓他心裡面解離出來 解離的狀態就是 我那時候已經無感了 我無感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的我 已經不是我自己 所以我完全不是 我的頭腦在控制我自己 我是一個空白的狀態 或者是我讓我最心裡深處的 那些東西去做我自己 內心的不理智 加上沒有人適時開導 讓張燕文以錯再錯 也許有的時候 孩子會跟我們講一些 你覺得他怎麼會有這種 奇怪的想法的東西 你不要那麼快的就被震驚到 覺得我的孩子變了 因為事實上 我們都有很多這樣的想法 去聽他那背後要講的是什麼 他只要講出來 你就要很開心 他不會成為他所說的那樣的人 可是他只要沒有講出來 他的壓力大 久了 他就會變成他自己想像的那個人 愛情的世界裡 張燕文選擇了最極端 且兩敗俱傷的方式 來解決心中的怒火 但那把火 最後也將他自己推入深淵 非常感謝您收看這個小時的專案組節目 我是楊倫涵 我們下週再會 在最初就先知道 我們要做一遍 有一些消息的事情 可以拜託 你們請見幾萬個宣誌 我們會看到 你應該轉內 之外 我們會不會想到 找著 五個宣誌 接驚人